注意看,视频里的中国姑娘头部伤口犹如刀皮 面部伤口触目惊心,满脸都流满了鲜红的血液 甚至在她吐出的血水中还掺杂着碎裂的牙齿 究竟是哪个狠毒的女人下手如此毒辣,她到底为了什么 她就是巴西女金刚艾琳·塞迪奥米耶尔 六年前她信心满满的来到中国参赛 不料惨为张伟丽光速秒杀 不仅在中国手战失利,还让自己的肋骨被打断了六根 怀恨在心的她,为了引起张伟丽的注意 就把毒手伸向了中国姑娘 不仅把中国姑娘打得面目全非 并在赛后第一时间向张伟丽发起了挑战 并当种狂言,不打死张伟丽绝对不会善罢严修 张伟丽,六年前我输给了你 但这一次我会全部找回来 张伟丽找你敢接下我的挑战 我们之间只有两个结果 不是我打死你,就是你被我打死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 中国格斗女王张伟丽 大人巴西女金刚 爱丽塞迪奥美耶尔的一场精彩旅局 很多外界媒体喜欢管队少叫女金刚 因为对方是皮糙肉厚 很野蛮,很扛打 但是今天我认为她的外号叫做巴西大母牛 更为合适 具体为什么叫母牛啊 一会你看了就知道了 好,注意看,红方选手 黑色上衣便是张伟丽 还注意看粉色小背心便是爱丽 好,注意看,哦哟 刚刚这一脚 我差点把对方这个粉色小肚兜啊 吹掉了 六年前爱丽输给了张伟丽 也是她第一次来中国参赛 也是她人生当中的首场失败 那这一次她重整旗鼓 时隔六年向张伟丽再次发现了挑战 好,我们注意看这个爱丽 哦,这场比赛战术很明确啊 旧少和张伟丽呢打内围打残暴 因为上一次她便是在战力上全法上输给了张伟丽 要小心了,对方这个家伙呢 人送外号女金刚啊 非常的有劲儿 好,注意看,哇 哇,真的很有劲儿啊 注意看又一次 对方能把张伟丽扛起来抱起来 好,但是观众跑没什么用啊 你看又一次 他只是从下而上把张伟丽抱了起来 但是并没有把张伟丽放倒 那这样一来的话就算是摔了也是白摔 小心啊 也可能是 跟对手之前有一次交锋啊 也熟悉对手了 第一次内侧 啊,就是低嫂 对方这个低嫂的力道啊 没有张伟丽 对 就是一次 哦,漂亮 棒了 张伟丽今天啊 在战力上的表现 观众朋友们依旧是非常的强势 哦,但是艾琳的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呢 来和张伟丽打缠抱 来限制张伟丽的战力进攻 好,张伟丽你想玩缠抱 那我就陪你玩 疯狂的顶席 刚刚顶席的时候多次命中 哦,这个艾琳的认证的确是足啊 抗击打能力 果然是名不虚传 在过去的六年里呢 她几乎是没有输过 哦,张伟丽准备是要走击了 哦,这个 就是顶 再走 高位顶席 哦,小新 要小心不要顶对方的胸上 这个角度要小心一些 千万不要把对方呢给顶坏了 不为对方着想 要为对方的孩子 还为出生的孩子着想 不常动武的那种寸进的发力 对 像刚刚张伟丽那个走法 其实紧贴着对手的面部 几乎都是空间没有 但是它有发力 好 你刚刚说到寸进 我觉得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 分析这个 哥罗夫金的这个重拳 其实就是寸进 就短距离反力 反正朋友们 这个爱琳呢真是铁了心了 想把张伟丽呢 拖到地面 扩大自己的优势 但是没办法 我们可以看到呢 根本摔不动啊 你看 对方是卯足了劲 搂住了张伟丽 她保持一个姿势 很久没有都没有动了 可见这个爱琳呢 真的是握心肠胆 她不想放过这个好机会 她把张伟丽的两条大腿 当成了救命稻草 任由张伟丽如何吹鸡啊 就是不撒手 好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第二回合继续开打 代替回合 张伟丽是顺利拿下第一回合 那么在第一回合 有意思的是 张伟丽还没怎么出手 惨到是把这个爱琳呢 自己把自己 那个勾枪 用进了各种方式 用进了各种招数 发现根本摔不倒张伟丽 的确是很难呢 现在的爱琳可以说是进退两难 骑虎难下 战力水平很低 明星打不过 地面水平呢 又摔不倒张伟丽 进入不到地面 看来这场比赛 对爱琳来讲啊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整个人在技术上 技术的丰富度上 战力的都在前面 对 连续啊 全腿的组合不错 毕竟赛事的主体规则还是打掉 哎 这下怎么回事 脑子里脚 继续留在膝盖上 他还站不上去 是 低在膝关节的这个十字针带上 看啊 顶着 对顶着 看啊其实距离分短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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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啊 确实是 有劲 有抗击打 对 张伟丽 对于这种内围的把位控制 也有点感觉啊 好 尝试做一下关节技 哎 反正旁边出去看 爱琳右上方的眉骨 已经开始流血了 打出了口子 看来张伟丽全锋如刀啊 这真不是开玩笑 面对张伟丽的强势进攻呢 对方只能是 苦苦支撑啊 现在是 哦 张伟丽是联系带手啊 怎么打人疼 怎么打人狠 就这么打 哦 爱琳是疼得受不了了 再次来 来像一头山沟一样 顶着张伟丽 哦 真有劲啊 这么有任劲 我觉得 他投胎成人 投错了啊 投胎成一头老牛正好 哈哈 这个 去耕地啊 肯定有劲 那么现在对方是被打开了一道口子 但是我认为呢 远远还不够啊 张伟丽呢 在加把劲 最好是把对方啊 打得和中国姑娘一样 当场毁龙 走 张伟丽实际上太长了 对 对 对 双方都没有 这两个就是一级后手 哦 西上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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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能说再次抱嘴 这种就是 只能到这种动作呢 才能缓解这个张伟丽 这种精英节奏 对 嗯 好 观众朋友们出去看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哈哈 艾琳被张伟丽顶的是非常难受 无论是下面 鬼还是上面啊 都被张伟丽挤压的是 哈哈 看起来很不舒服 好 张伟丽也是死死的贴着对手 我们出去看这个艾琳的一脸的茫然 他不知所措了 我是谁我在哪儿 哦 又是高位鼎息 呃 真是不知道这个艾琳啊 究竟是怎么想的啊 先敢来挑战张伟丽 但是你既然来了 这就是你的下场 好漂亮 又是一个大轴 呃 来挑战张伟丽的人 咱观众朋友们现场都差不多 哈哈 呃 都挺惨 没有一个能够健全的走出了一场 艾琳确实他不管是到龙边也好 还是正面对抗也好 根本找不到太好的办法 对对 哎 双方尝试着张持没有动作 这样的话他快把他伸开 直到中间 哎 哎 你对于张伟丽能站立啊 几乎是没有什么办法 对对 好继续开打双方的比赛 来到第三个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张伟丽 有没有机会啊 去KO绿手 注意看对方啊 真的是被打得批毒散发 哈哈 但是没办法 对方只能硬着头皮打 因为赛前这个艾琳就说了 今天不是张伟丽死 就是她亡啊 总而言之的今天啊 必须死一个 好 对方又一次的来尝试爆摔啊 目前为止的话 整场纵观整场比赛 对方的爆摔啊 一次都没有成功 但是人呢 董归少有梦想啊 没有梦想 他和悬疑也没什么区别 你看这个艾琳就很有梦想啊 就像把张伟丽摔倒一次 那他没办法 你看张伟丽就这么稳啊 单腿也很稳 这就是核心控制力啊 观众朋友们 这也是一个2比1这样一分 对 卡昌局他的越是非常明确 非常明确 看一看这个 有 站立落脚 好贵啊 没有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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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了 手没有完全进去 而且现在张伟丽靠着龙边 也不太好 对不好发力 经常看张伟丽比赛的观众朋友们 肯定都知道 张伟丽的力气 观众朋友们 那是独一无二的狠 独一无二的打 好 注意看这个角度 手忙互相的换拳 这个角度被张伟丽拿到 对方想起来 观众朋友们难如登天啊 哦 台湾看不下去了 但是把手忙拉到站立的话 这对张伟丽是好事 对对方来讲 这是一个 刚出龙男又入虎穴 对方来讲 你看对方劈头散发 看背影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个捡垃圾的啊 捡破烂的 好 注意看 这副发型啊 对方也不忘记 去整理一下头发啊 看来她也是个爱美之人 大后手的横肘 爱琳这个脸上开口啊 至少两个口啊 对 眉弓一个 眉心那好 她就也开了 我真的是 在站立的方面 真的是有一点点 这种打唇太拳的感觉了 是 距离的走 很难反正打KO 对 她更多还是拔开口子 和打中心 对 这种走法打击 转身走是有可能KO 对 腾空前有大动作的 这种走也有可能打KO 但是近距离的 就是开口子 对 好 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比赛终于结束 这场血战了整整三个回合的大战 张伟丽我觉得是完全有能力去Q对手 但是张伟丽并没有那么做 而选择和对方打满这场比赛 用自己的中拳中腿 狠狠的教训对手 也让全世界想要来挑战张伟丽的人看一看 后果下场就是如此 以后想要挑战张伟丽 自己电量电量 自己的这个金量和实力 好 再次恭喜张伟丽斩获了胜利 让巴西女金刚的复仇啊 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好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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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